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望向快步》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意德台仰,大家好 还有我们澳洲的珍贝斯 你好啊,大家好,我多怕你又说早晨 你看到我一直都知道 你想是吧? 大家好啊,这里真是早晨啊,不是说笑 你看到阳光的时候,好像说了出来,我怕你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不妨分享和like 没那么订阅,当然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以壮大我们中流和平和理性的声音 好了,这一节主要就是想说一下 刚刚香港的失业率出来了 就是3.2% 好像卖市也挺高的 听闻的 是呀,下跌了3.2% 是新高,大家都预认了 上升了 就业率,下跌3.2% 失业率就上升了3.2% 这个就上升了 以前香港没那么大跌的 很少听到是1点多 现在就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一则新闻吧 就说消费和旅游业呢 这一则新闻会升到6.2% 在8年来最高 其实这些消费旅游,这些引外变入来的行业 很多都是一些 是人 就是 比较入行容易的 是 门槛低一点的 门槛低一点的行业 反而这些专业就不会 所以 其实这一次动乱 大家都看到很多是专业的人走出来 因为他们想一想也都影响不了我 是呀 像铁饭碗那些 医护那些 社工 是呀 影响不了他们 社工的收政府 总之收政府的那些全部站出来搞 那 但是 而其他一般低下 最凄凉就是那些 尤其是底薪比较低的 但是靠佣金的 靠佣金的 这些真是凄凉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很多 叫做 这类工作的网友或者及其亲友就说 有些人真是没办法转行了 转行都不但只转了行 工种 转了行的其实都是不乐观 因为其他 行业也不乐观 所以就 怎么说呢 都是比较 辛苦点 可能这段时间 还有就是 我们不敢说 会立即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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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目前这个势头 我知道经济了 那 我都是劝大家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就多点出来 消费 令到市大起 那叫做 往回市 给回信心 还有 最重要 我都觉得 旅法局一定要做事情 让 内地的朋友 知道香港 变回安全 不要 就是 不要再给这场 这样的事情 搞到 没了信心 当然不是容易的 因为 因为破坏 破坏永远都是容易的 建设的 是 现在最害怕就是 有些人不肯放手 要揽炒你 你留意一下 这些伙子没什么做 扔几个东西 在地上 封了路了 跑了去了 是的 成本太低了 而且流动性太高了 有些人是不肯放手 瘋了 好像 李大厨房佬 你看他没什么 受到影响 于是 现在被人 被在医院医治是一样的 有精神病 是的 情绪病 情绪病 不是 真的 是判断了他有 判断了他有 是的 还是他自己有的 医护来自多数都是 他们都 证实了他有这种病 病向前中医 就是有病例医 没办法 因为我们都说过 因为他在这个环境 窩心 不过如果 我们说回李大厨房佬 最讽刺的就是 当那些校长进去 厨房佬叫他们 收拾东西 那些校长竟然 给他 真是 老有问题的人 怎样 去收拾 可能他都为了自保 如果不是他 突然之间发作起来 手上有 不是他手上有菜刀嘛 人家是炒饭的 有刀刀 整件事好像社會的社照一群理性的人被一群夾死了 叫你去做什麼你就去做一羊 現在變成這樣 那說回吧 精神病怨 整件事很多人的腦袋是有問題的 情緒上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不會放手 即使你呂法谷做事 說了兩下 我在尖沙咀逛逛街地有個傻人跑出來 啊 瘋路了 又是再影響過 其實他們都很想放大事情 因為他們要續命 其實他們不會那麼容易罷手 我们也说过,还有你背后的老板是控制不了的 因为当你撤走资金,有些背后有组织的人 不放水,但你不放水的时候他就发疯了 本来你有的东西,他觉得你不让我 他就发疯了 所以他们就会疏疏地继续搞 该赌的就赌了,我只会怒 还有可能又会搞人 他们不喜欢的牌子又在搞 我觉得就会这样 所以是很麻烦 现在基本上你的旅游业很难翻上来 现在香港最麻烦的就是 不是旅游业这些一线 而是核心的,比如说金融业 那些银行价应该慢慢散 它是蚂蚁搬家的走,不会告诉你 那当他们走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 香港是没有的了 香港是没有工,什么都没有 所以很难搞 其实香港你说要搞医科生 搞一两门专门的 引医科生进来读书 因为香港的医学是有名的 可以下来读,现在又不下来读了 当然了,已经停止了招生 大家都害怕 你突然之间在实验室 他又发疯了 实验室,我们早前也说过 而且你也不知道 而且你也不知道 你的内地生下来读 会不会被人打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香港其实可以走波士顿那条路 波士顿是有金融业 本来可以专做金融 专做金融,还有学生 还有教书 等下是哈佛 可以这样玩 事幣最出名的那两间都是 变成了基地 你记不记得? 那你真的什么都没有? 可以重建的,不如要时间 等你那班整个 那些教职员 可以换一批的 还有学生 再大量引入中国大陆的学生 但是你这样 我会改变得到 但是你这样很难 没有可能 你本地生是会和内地生 有冲突 有冲突 是 其实一两代人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真心说 我们都说过 其实 因为 二十年 毒果 二十年 你起码用他一段时间 去重新毒果 我想 但是 那是 不会散的了 你看看这一次 多少人 老爸老母带她的子女出来 人家是会记住的 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的经历 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就是 你讲的 会代代相聚 最早说这些 最早说这些 是啊 还要说 我们是我们 他们是他们 他们现在当我自己 自己是被人蚕食 很难搞的 很湿滞 很湿滞 那我们由这个湿滞 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餐饮业的 开始跌了 我相信 即使过了什么之后 都很难上 那些人 就是 他们可能希望出政府 那些人 希望他们的专业 去消费 消费回黄店 打起的市 我相信会很难 因为糖水滚糖鱼 哪有可能 最大的那几间 我们都说过 推测可能是阿肖 是 听到 可能是阿肖 还有阿渣 还有 那些什么班龙门 那些就行了 但是其他 就是他们所说的 西营小店 是吧 其实 那些小店 你始终没有一个名字 没有人认识你 而且你又挂一个 黄珠牌 所以说明是黄黄狮 叫自欢迎黄狮 就更加少人 而且你个个都是这样说的 等于没有特色的了 以前就说 他这样支持 很勇敢 但如果你个个都这样 等于是零 等于没有你自己固有的特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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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是 在想 其实他们都是 实际的 就是 寒冬 会 但是都希望大家 努力一下 多些消费 不然 不然现在 现在这样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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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道不是那么好 也就是 以美着 会 便宜减价 对吧 吃东西 可能有些地方 特价便宜些 多些出去吃 如果消费得起的听众 就多些出去吃吃饭 支持一下 附近的支持一下 社区的经济 嗯 是啊 唯有是这样的 是啊 就是要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 没错 即使譬如说 对方是 譬如说 黄丝的 譬如你的朋友是黄丝 要坚持他那间 那间是黄店 是好东西 你当然没有表态 告诉他 你是蓝丝 那间很难吃 你没有跟朋友 争论 那间很难吃 或者找一些理由 打法转去第二间 就不要经常跟朋友 争论政治 这些真的不好 一样争论 争论 没什么就说哪一套戏好 要慢慢做 有很多事情 市场的力量 是永远高于政治的力量 你要逼香港人 会跪的 最后都 最后是会跪的 因为市场的力量 永远是最大的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 是吧 由这个资本主义 理性社会 就说回 那些靠不理性上位的人 已经搞到一祸足 补选了 起了正 不知道是否近了 因为呢 他现在说 补选 安排就要六个月 由现在开始 六个月 即明年五月 就要补选 但是呢 如果你的议席 是多于四个月之内 根据法律规定 就不需要 就不可以补选 比如说 香港的立法会是11月 那四个月之内 就是9月 11月就19、8、7、7月 四个月之前 是 嗯 那就是 换言之 你是相隔了六个月 所以你应该要有补选 应该在五月就补选 安排一支补选要六个月 即如果有的话 我们自己说 如果有的话 没确定 全部都没确定 全部都没确定 那到底应不应该补选 好吗 第一 会不会补选 补选回范国威 和欧留軒这两个位 会不会补选呢 我觉得 就算补选回 做了几个月 又要再选 因为10月1号选举 2020年10月1号 正式的立法会选举 喂 2020年10月1号 10月1号 没错 没错 不过都是6月 是的 即是你做 我觉得 这么短时间里面 你真的浪费时间浪费时间 又要补选 但你说 你这么说他们肯不肯先 老实说 我觉得 其实我也不希望 因为浪费 但他们肯不肯先 真心说 因为你始终是 两个被人拿了 今天我们都说了 位置被人拿了 应该是无效 你是浪费时间 但他们说 不行 本来是我们的 那行不行 他们一定这么说 我觉得 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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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到时这么压力 如果到时 不在他们的那一边 那他们就可能不敢说 就可能好像你所说的 不会再搞一次 直至那一场大大选 我觉得 就是不知道 不知 家产是怎样的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不会的成数又高的 因为他们是10月 即是你6月 你4个月之内 不准搞保存是6月 而且你5月选完 可能没多久 哎呀 我们要放下跪价了 那样 就算 但是 为什么会呢 因为以前 我听那班人说 就是 刘大良说 他说 你无论如何 如果你有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以后是多很多资源 还有你有很多很多力量 当你再下一次 再做这些时候 但是选与不选的 就是 决定权在政府 是 选举管理委员会那里 是啊 按照相关法例的实际情况 以及 是否设计可行 才考虑安排补选 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他再搞搞搞事呢 如果他再搞事呢 你指他用打架 是 逼你 嗯 打架成 所以就看到 其实最后还是看到 那时候 就是将来的实际 行不行 是啊 而且如果这一次 他们是为了这样的事情 打架呢 就是说 其实你们 还以直 他再失分 是啊 还以直 而失意 是啊 是啊 你不以香港民生为本 那 在这方面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 大家 其他的派系 建制派 是不是可以用这一点来 疯狂地攻击他们 是不是 这班泛民 是啊 你只顾着移植 要浪费多少钱 但是 但是 这个也都是要看一件事情 假设真的 好了 補选了 遂理地医了 而且也是一个试水瘟 是 補选会是一次试水瘟 譬如说 这次補选 一对一 未必是一对一的了 可能会有很多牛鬼射神出来 大家根本 就是说 我要范国威出来 然后刘永康又来过 我都要出 喂 你干什么 我们今天也要这么说 试图对决 又在试图对决 然后又出了几件 大包围 一百个人来跟你选 都可以 他们自己 试图自己狗咬狗 你试图狗 我出十个人出来 跟你两个人斗 到底泛民会不会赢得到 尤其是 之后过了半年 经济真的寒冬到了 那些人开始清醒出来了 嘩 嘩 刺到肉了 过完新年之后 嘩 真的没有钱 那时候真的会害怕 开始害怕 我觉得会 你所说的情况 我发现这点 我是乐观 因为真的 都是 因此 无论 不是单止他们 整个现世界 都是不乐观的 真心说 那其实 你所说的情况 我反而是觉得会发生 据我所知 现在汇丰 其实全世界是裁员 他不是裁员 我认识很多 批评 不 不 你们那边不继约 我们那边 几间银行 四十几岁走过来 就跟你说 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 给你一个大套 够时间了 请他走 所谓的肥鸡餐 肥鸡餐 四十几岁请你走 走去哪里 四十几岁 肥鸡餐 你怎么算 而且不是一个 是很多家银行 加拿大都是这样 何况你香港现在这样的境 我们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到时候 那些人开始清醒 而又来补选 那些人会不会迁怒你泛民呢? 那建制会不会乘机一 就是政府会不会计到这一步 然后在一次补选打炒你 就是再错一错句罪气 是 现在都是 除了看经济状况 还要看第二件事 就是 政府和 建制的学习进度 就是那种 对 有没有从这件事情当中 学习到如何更正 如果没有 那就一样 老实说 因为他们是很懂得操作的 我们讲讲 学了文进党那一套 很懂得操作的 如果 你是有进步的话 那就有一线生机 最重要是学习 最重要是学习 没有学习 我只要进步 我们只要进步的意思就是 做好些民生 救一救民 不要经常被 牵着鼻子走 人家做什么 你又去做一些相应的事情 那就是和他们跳舞 是啊 而且不要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暂时不要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是要等立法会选举 胜利之后才可以做 如果不是就 不要拼了 我觉得是那句 不要做好些民生的事情 不要只是阿诚哥派钱 自己派一下钱 很不威啊 是啊 你派其他东西也好啊 是啊 不过有一句 不要说退差响 撑你个肺 就是你退差响 一亿那些 什么 抓住几层楼的公民党 我真的拍第一个拍袋出来骂你 这么笨 是啊 是啊 在乱世当中的微依依 永远都是在乱世当中的微依依 那些人 明明牛扒也说是乱世 哇 乱世 牛扒很乱啊 又乱但很小又很贵 又乱又小又贵 真的不过是乱世 哇 真是 16盎司肉眼扒 哎呀 不健康啊 我的身体又乱了 是啊 乱世了 还有呢 我想他在半山的豪宅 哇 好乱啊 真是好乱啊 为什么那些穷人这么乱 他就这么想 是啊 真的 如果政府做得这么笨的事 你就活该死了 是啊 今次都差不多了 今次都差不多了 好 多谢大家 拜拜